又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寻山员 一个邪恶的念头出现在他脑海里 他说过我偷看伐木的事 他不会放过我的 我看不如把他从树上推下去 老虎吃饱后就会离开 那么我就得救了 山老鼠想到这里 便将熟睡的寻山员从树上推了下去 老虎看见后立刻朝跌落的寻山员扑了过去 悲痛啊 人的恶念真是可怕 没想到你竟是个恩将仇报的人 山老鼠见老虎将寻山员拖走后 便从树上下来离开了 然而 他的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寻山员临死前的那句话 一直不停地在他耳边响起 强烈的懊悔与不安 充满了山老鼠的内心 后来他就发疯了 到处跑来跑去 嘴里一直念着寻山员临死前的那句话 悲痛啊 人的恶念真是可怕 没想到我竟是个恩将仇报的人 你前世行善救人 反遭恶人伤害 所以今生得了福报 他前世忘恩负义 所以今生得此果报 原来是这样啊 放下称恨 方能解脱 有位皇居士 他在圣位学佛之前 非常喜欢吃各种海鲜 哇 这些虾子又大又肥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我知道你喜欢吃虾子 所以特地为你点了这一大盘虾 快吃吧 来来 大家一起吃 当时他只知道大块朵银 哪里会想到香蟹被吃的痛苦 更不会知道这种行为只是一时之快 最终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 这几天怎么没看到黄师姐呢 是啊 有两三天没看到她了 我们去看看她吧 咦 真一样啊 黄师姐 你这几天怎么都没出门呢 是啊 你还好吧 唉 别提了 我这几天 要不长了许多红色的疹子 又痛又痒 身体好像有虫在钻一样 让我痛得难以忍受啊 哎呀 这 怎么会这样呢 黄师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会长这么多的疹子呢 我想这都是因果报应吧 我在学佛前 经常吃海鲜 经常吃海鲜 不知道吃下多少虾蟹鱼背 想必这就是对我的惩罚 那该如何是好呢 是啊 总要想个办法解决啊 嗯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我正打算去海边的观音庙拜拜了 忏悔了 那我们陪你一起去好了 嗯 黄师姐的观音庙 庙里 发生了 像是一只大虾的形状 虾王 我过去的确吃了不少虾蟹海鲜 但是 我已经知道错了 学佛之后 我明白了因果 戒杰杀如素 再也不会吃众生的肉了 牙王听了之后 没有再开口说话 黄居士 看看那些红疹子 颜色虽然淡了些 但还是又痛又痒 这个疾病是因果病 我必须要去请教师傅 才能够解决 师傅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的 黄居士 现在事件流传的种种恶极 有许多就是因为杀生害命 所导致的因果病 也是与被伤害的众生 前来附体报复有关 师傅 那我这种情况 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你不仅要忏悔自己的杀业 还要先送持欺骗地藏经 和放生来回向 帮助狭王与其子孙们 早日从恶道中解脱出来 嗯 我明白了 最近我正好没有什么工作 一天就可以送完七遍地藏经的 那你要虔诚送经忏悔 等送完经后再看看效果如何 第二天一大早 黄居士便开始送持地藏经 到了中午 他已经读完四遍 当第四遍结束时 虾王又借他的口说话 哼 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就是饶不了你 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煮了吃了 让你也尝尝被煮 被吃的痛 虾王借着黄师姐的口 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发泄完后 语气还伤伤缓和了下来 哎 其实你也很好 知错能改 既然师父让你送经回巷 帮我们脱离恶道 这些好话我还是要听的 你好好送 送完经 我就走 七遍地藏经 已圆满送完 虾王真的走了吗 好像不太会痒了 黄师姐 你怎么好多天没去找我了 师姐 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 啊 怎么了 生病了 你看 哎呀 怎么长这么多红疹呢 你得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必了 已经好多了 不行 你要听我的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检查 黄小姐 这的病症是带状泡疹 是由水痘带状泡疹病毒 引起的急性炎症性皮肤病 看起来已经快好了 你生病几天了 三四天吧 三四天 奇怪 你会不会记错了 带状泡疹哪有这么快好的 一般都要半个月左右才会复原 怎么可能才三四天就自行好转了呢 看来师父所教导的方法 还真有效呢 你怎么不拿医生开给你的药呢 因为我已经找到比药更有效的办法了 是吗 黄君士回到家后 又依照师父所教的方法 诵使七遍地藏经 开始劝请虾王和子孙们 往生极乐净土 这时虾王又开口说话了 我就是恨你 在水里被煮熟 那是什么滋味啊 真不想这么轻易就饶过你 虾王 冤家遗解不遗解啊 你还是尽早放下怨恨往生去吧 别再纠缠黄师姐了 这样对双方都是好的 是啊 我们一起念佛 回向给你和你的子孙们 然而虾王内心仍然愤愤难听 一些难听的话 不时从黄君士的嘴里冒出来 大家也只能一边劝导 一边念佛 就在这纠缠之际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虾王说话的口气 突然紧张了起来 哎呀 我的大王来了 啊 谁是你的大王 南海文王 虾王 你这个不孝子孙 不知道恭敬三宝 还这么折腾一个修行人 难道就不畏惧因果吗 其实你会被他所食 也是因为累世中 曾经伤害过他的因果所造成的 远远相报何时了 这么多人为你速经念佛 还不借着这么好的机会 往生极乐吗 我要唱歌 是我的嗔恨心害了我 现在我明白了 我会跟大家一起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 阿弥陀佛佛已经来接命我了 我要跟佛陀走了 但我还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说 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让天下人明白 称恨与心胸狭隘 是会导致堕落的 所以希望天下的修行人 千万别和我一样被称恨心所蒙蔽 一定要放开心胸 渊渊相报何时了 切记切记呀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 阿弥陀佛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 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 印在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是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院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 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 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 小灾难 所以大家 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奇寄给你 也多护持 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 三宝 风马旗的功德 佛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民中华印经协会 中华印经协会 中华印经协会 谐兰菩萨冷知识 冷知识一 谐兰的意思 谐兰是寺院道场的通称 谐兰菩萨就是守护寺庙的守护神 相当于道教的进主神 也泛指拥护佛法的诸天善神 冷知识二 谐兰菩萨的形象 谐兰菩萨原是指七佛八菩萨大陀罗尼神众经理的十八位谐兰神 在印度佛教中 一般会以护士佛法的国王为形象 现在则是由关羽的形象塑造 相传 随代的天台宗祖师 智者大师 遇上成为厉鬼到处寻找自己投入的关羽 大师安抚他并为他皈依守戒 关羽发源成为护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关羽被供奉在寺庙中 之后在佛教中渐渐被定为前兰菩萨 成为寺院的护法神 与委托菩萨相伴护法 冷知识三 被印在经书的前兰菩萨 前兰菩萨象征智慧护法 有人会将前兰菩萨印在佛教书籍的末页 以此希望得到护法的加持 顺带一提 金书要好好的放在桌上 否则敬重金书的护法神都会支撑于金书底下哦 冷知识四 切兰菩萨圣诞 你知道吗 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切兰菩萨圣诞 这天可以吃素 礼佛 功登等 念诵南无切兰菩萨摩赫萨 并回向给一切众生 祈愿世界和平安宁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节课开同乐会好了 太严肃了 所以各位的今天是中间 我想大家发表一下 感想 然后那也可以讲一讲 像仁波切讲的是比较藏传佛教的 那跟我们汉传佛教的修行